有没有人发现我们的椅子上有一些变化 多了一个头枕 我们总共买了两款 有一款已经装在后面的 使用了一段时间的EngineeredNow 还有一款这周刚刚到货的 还没有装上去的Atlas 我们测试一下这两款头枕 看看到底有什么区别 现在我们正式进入主题 先讲的这把就是EngineeredNow生产的精诊 它最大的优点我觉得是 它使用了和椅子本身一样的材料 所以你看它并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另外加上去的精诊 它就会跟椅子浑然一体 但是说到缺点我就觉得它没有让我觉得很舒服 现在我们讲一下它这个椅子后面具体是怎么调节的吧 首先它可以进行上下的调节 你需要两只手把它拖起来 或者你把它给按下去 其实这个做工我觉得比较普通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这样进行转动 往上转 往下转 还有呢 它这边还有一个可以调节的地方 当你把它掰开了以后 你就可以继续的这样大范围的转动 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在于说 当你的头枕上去以后 它并不能保持一个固定的位置 如果你太用力的话 它其实会动 需要再把它掰回去了 然后再把它给拉上来 第二个缺点就是说 在我工作打字 身体需要自然前倾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对我的颈部提供一个足够的支撑 就比如说这个是我一个很自然的工作状态 但是在这种状态下 你的颈部离它这个头枕的距离非常的大 还有一个大家都会提到的问题 就是你戴上耳机以后就会被割到 它的边缘会碰到这个两边 这是不是应该所有的头枕都会有这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拭目一点 小问题的话 头发会卡进去 所以就是会卡头发 对 总结就是有三个缺点 一个是它会动它没有办法固定住 第二个它在你工作状态的时候 没有办法支撑到你的头部额颈部 第三个缺点就是它的这个面料本身 可能会卡头发 以及在你佩戴耳机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转头 从拆的过程 你们就知道说这个椅子是怎么装的 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嘛 可能要把它稍微抬过来一点 在这个底下它有一颗螺丝 然后你要找到它 把它给你松就可以取下来了 现在我其实已经卡进去了 这个挺难拆的 刚才废了九牛二虎之力 这时候已经松了 就可以把它从边上拿下来 你可以看到它对椅背其实还好 没有特别大的损坏 几乎没有损坏 有cushion的那种吗 这个其实还挺简单的 就把它放到中间 看有没有对准 感觉这边应该已经是中间 现在它有几个功能 它后面有一个按钮 是一个旋钮 旋钮如果你转它的话 它就可以往上起 或者往下按 就可以调节到你喜欢的一个高度 它的缺点应该是 你没有办法在前面做的时候去调节 所以你先要调节到一个 你觉得可能差不多的高度 然后再反复的试验一下 它上面的这个调节 我觉得就是比之前测试的 头整的一个优势 因为它可以大幅度的往前 或者往后来进行调整 所以其实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把它推到最前面的话 可能就会解决我之前说的那个问题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哦 舒服 舒服 所以随心所欲 这样我觉得AI有点点不舒服 我去把它往下按一点 但是你这样 按它就一点点就没有 因为是固定的 我们再试验一下 说如果我把耳机带上去 会不会有之前说到的问题 顺便说一下 它这个材质的话 它像是一片海绵 所以不存在之前 说到了会卡头发的问题 这样试一下带耳机 嗯 其实我不敢说 就是你戴上耳机 然后头这样转动的话 会没有问题 但是其实跟它相比 因为它很硬 这个它就是一个很软的海绵 对耳机的损伤 我觉得应该是很小的 欣赏一下 它的这个造型 我觉得造型的话 你也不能说它很好看 也不能说它不好看 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的塑料 跟Hermann Miller 本身是不一样的 有一点磨砂 现在除了长得丑 就没有缺点了 哦 还有就是可能会掉头皮屑 站在上面 这个可以给它90分 唯一的最大的缺点的话 就是它长得不像是原配 这个的话它长得虽然像是原配 你看 但它不好用啊 再见 再见 再见